透过江金叶老师优美的小弟情声 为课一起去 请来六堆连展 揭开龙中序幕 为让大众看见客装文化之美 从艺术品中发掘文化差异性 并做文资保存 六堆艺术家筹划连展 希望让大众从作品中 看见历史人文的变化 我们所保留下来的东西 就有了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这种文化的差异 才真正值得我们去细心去保存 本土最珍贵的东西 那我从这个上面 这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屏东平原的客家聚落 我希望能够提供给各位 一个更有趣的一个事业 这些建筑渐渐消失的 我心里是渐渐会透起来 因为这些美丽的建筑 我觉得那个祖先的那个美感 那种艺术的美感确实很好 现在的建筑觉得缺乏美感 这是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加强保存 我们古色古香的那种味道 两个夫妻之物 陈国斩老师已再看见南台湾 向到访的学生们 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 另外参与此次连展的 还有黄子环老师的大肩蛋 江富松老师的屡次画剂 以及江青燕老师的 琴兰六堆等四个系列 希望透过四位艺术家 用不同的手法呈现 来展现客家风情 今天的展览非常荣幸 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布展人 对我们土地都非常有情感 那我们竹田乡 也就是六堆 我们的故乡的艺术家们 今天也亲自来到这边来做解说 万般的感动 对土地的粘性 从来没有停 也没有间断过 客家事务处 在客家文物馆 我们会逐渐将我们土地的记忆 家乡的回忆 呈现给大家看 也藉由我们的音乐 各方面听觉上 还有视觉上 把孩子带进来 种种的所谓的媒介 还有元素 让大家看到客装的美好 我想在这边建一个 这个博工的一个长照 的一个园区 线长潘梦安也特地在百忙之中 赶来为六堆艺术家们鼓励 强调屏东客家文物馆 不仅是客装 想土情怀及保留的重要基地 未来更要筹划成文化及长照园区 将客装之美及人文汇集馆内 感受客家人文历史的生命能量 别动手不停张 正好要采访报道 看成就好 充当当 谢谢大家